这是早期的青花池猫咪香叉 为什么说只是早期而已 而不是老青花池呢 因为你看它的点点 它上面有很多细小的点点 完全不需要放大就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了 老师做的这个他是懂古池的 他知道古池里面是有这些细小的那个 矿物幼据缩点 问题是青花池 古青花池老的青花池的那个矿物幼据缩点 它是只在据缩处出现 也就是青花很浓的地方才会有 而不是这么稀薄的柚 这么稀薄的青花柚 这个就不合理了 这表示做这个青花猫咪的人 他是很懂古池的 他用应该是用原本的原料 比较浓的直接喷洒上去 先做出点状然后再刷一层稀薄的 比较稀薄的柚 青花料透明透明青花料上去 然后而且他对肌肉处也非常的注意 肌肉处的颜色都会比较深 这些都是这个跟古池特征是一样的 青花那个老的矿物料它在肌肉处都会颜色比旁边 比那个旁边的地方深 看以前的人他也是非常懂的 问题是就是这些据说点不应该出现在 这么淡的 这么浅淡的青花颜色里 这个就不合理了 所以这应该是民国七十年左右的吧 而且他这个用筑膜的 仿青袋的风格 还留着那个模子的痕迹 只要是肉眼能看到据说点 然后像这样又那么稀薄的 就是现代的 懂的人制造的 真的是专家做的 基本上做陶瓷的应该都很懂这些 像这样现在才是放大了 那些点也太清楚了 又太稀薄 不应该出现这些点的 这就是他的不合理的地方 我也是好现在才懂 然后以前我也是 我只要看到那个点我就以为 这就是古词吧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哦 矿物柚有矿物柚的特征 矿物柚有矿物柚的特征 反正这个就只是早期的青花池 毛咪而已 没有柴烧特征 没有柴烧特征 应该是气烧的吧 这颜色还蛮漂亮 就这样 石头